那新庆大樓公辦都根 涉及到國宅跟市場改建兩部分 那新庆國宅住的大部分都是弱勢的居民 今天時間有限我要提醒您的是 114年你們要把它進空 然後要安置在福星跟這個青年二期兩個公宅 那因為是弱勢 所以台北市的這個不管是都發局跟社會局 甚至民政局都應該就它的一個租金補貼 安置而且改建的期程 讓這些住戶們他們充分的清楚知道 尤其它是從北萬華搬到南萬華 那這個部分我希望你們能夠避免 像上次福明平宅改建的時候 它從福明平宅有部分搬到青年一期 就產生很多的生活不適應地方的一個衝突 我覺得這點要去協助要去避免 那最重要的今天是要針對市場改建都發局的一個規劃是非常的誇張 我提出質詢喔 因為十幾年來喔 從來沒有一個市場改建喔 第一是市政府自己的 結果在規劃設計 卻把最好的這樣的一個位置給了未來的開發商 好 西尼市場第一次改建的經費是我媽媽 李仁仁前議員爭取 改建包括安置在洛陽 是我在努力喔 所以西尼市場的二次改建 我一直持續追蹤 可是呢一直到上個禮拜 攤商氣憤的告訴我說 我才知道七月十二號的時候 都跟處已經向我們李四川副市長還有相關單位 做了一個所謂的台北市啊 西尼市場公辦都跟開發關切議題報告 好 就圖這個圖一樣喔 市政府將原來的西尼國宅跟市場的用地 分成AB兩大洞 緊鄰西尼南路喔 這個比較好的這個地點喔 把它留給未來的開發商 然後呢市場處喔 市場跟國宅啊 就被擠到只有兩個車道的 昆明街跟單向一個車道的 將洛陽街 這不僅是在上下貨的時候腹地不足 容易交通堵塞 同時市場還被一直安置到三樓去啦 那市場改建不是要為了更好的未來嗎 你這樣讓攤商如果能接受這樣的一個規劃 真的太扯了 那都發局跟我說啊這個是初步規劃 要聽取各方的意見 可是就你們的這樣意見調查報告當中 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對你規劃設計不當去做表達的 還有8月31號的時候市場處也清楚回聞這樣是不可行的 可是都發局沒有任何的回應 一直到我發現了我生氣了才一直講初步規劃 好你就算是初步規劃 你也應該以民為本 你應該維護攤商跟市府自己的權益啊對不對 因為這個地完全都是市政府的 未來公辦杜根是雙方出資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把最好的地點給未來的開發商太離譜了喔 這嚴重影響到攤商的權益也會陷市長你不易對不對 我想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你喔 歷劍沒有一個市場改建是公辦杜根 要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看中輪市場 他是在BOT 市場出一毛錢都沒出 然後開發商也把最好的地點 留給市場 同時呢 而且他只有留一小部分作為他的那個 拉筆的出入口 三樓他還幫忙做去民活動中心的規劃呢 反觀我們這個規劃不是很可笑嗎 我要提醒你喔 南門市場 能夠順利改建喔 這個成為台北市 成功的一個典範 其實坦白講一路走來喔 我跟攤商真的非常的努力喔 當攤商發現到初步規劃有問題的時候 就趕快告訴我 我就跟你們去爭取 市政府就予以改善 反觀 南環南市場喔 他因為有上千名攤商整合不易喔 然後因為他們對於這些規劃不了解 也沒有做任何的表達 一直到 這個一齊多花蓋好了以後 要準備入住了 才發現有五十幾項的問題 都沒有改善 我也是幫忙做現刊 可是這個前前後後又花了將近上千萬啊 所以啊 我們任何的一個市場的一個相關規劃 都必須符合 貪商的需求 而且 而且也要能夠把握 維護自己的相關權益不是嗎 市長 所以啊 針對這個問題喔 我要求你 盡快的 叫都發局 邀請相關的局處 重新檢討跟修正 喔 你看中文市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啊 對不對 何況共辦杜根是雙方出資耶 對不對 假設你是共辦杜根 你更要適時的把 社府跟在地需求給納進去 好比 地下停車 停車場的規劃就要足夠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因應未來的 洛陽 跟俄媒停車場的改建 將來可能需要 有這樣的一個 停車的一個空間 好所以這點我希望市政 市政府一定要去檢討 另外呢還有就是 你攤商 如果不能全部安置在一樓 你看他是要在地下一樓 跟一樓 或者是一樓跟二樓 我覺得你要去尊重攤商的一個意見 好不好 否則 坦白講 市場改建 你絕對會讓 這些攤商朋友給罵死了 你知道嗎 怎麼可以把最好的地點 捐給未來的開發商 第一是台北市政府的人 市長你回答我 第一 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個配置都還沒有確定 第二 攤商的意見 非常重要 謝謝議員 幫忙反映 我們會 根據攤商還有各界的意見 再來做一些調整 把大家意見納入 所以我們會 有一個 另一個方案 我們調整之後也會 再跟地方做好溝通 對 我要說的是 以後連初步規劃 都應該要掌握 然後胎商跟市政府自己的相關權益 好不好 這樣的規劃真的很可笑 好嗎 遇見